出埃及記 第三章 摩西牧養他岳父,米甸祭師葉剔裸的羊群。 一日,領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耶和華的使者從驚激旅火炎中向摩西顯然。 摩西觀看,不料,驚激被火燒著,卻沒有燒毀。 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驚激為何沒有燒毀呢? 耶和華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驚激旅夫叫說, 摩西!摩西!他說,我在這裏。 神說,不要近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 又說,我是你父親的神,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摩西蒙上臉,因為怕看神。 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公的核制所發的愛聲,我也聽見了。 我願知道他們的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令他們出了那地,到尾好歡闊流乃雨蜜之地。 就是到加南人、克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味人、耶布斯人之地。 現在以色列人的愛聲達到我耳中,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欺壓他們。 故此,我要打發你去見法老,使你可以將我的百姓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摩西對神說,我是什麼人,竟能去見法老,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呢? 神說,我必與你同在,你將百姓從埃及領出來之後, 你們必在這山上侍奉我,這就是我打發你去的證據。 摩西對神說,我到以色列人那裡,對他們說, 你們祖宗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他們若問我說,他叫什麼名字,我要對他們說什麼呢? 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又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哪自有的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 耶和說你們祖宗的神,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 耶和說是我的名,直到永遠, 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 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 耶和說你們祖宗的神,就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向我顯然說,我實在眷顧了你們。 我也看見埃及人怎樣待你們。 我也說,要將你們從埃及的困苦中領出來, 往加南人、黑人、阿摩里人、比利洗人、 希味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乃雨蜜之地。 他們必聽你的話,你和以色列的長老要去見埃及王。 對他說,耶和說希伯來人的神遇見了我們, 現在求你用我們往曠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為要祭祀耶和說我們的神。 我知道須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用你們去。 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間施行我一切的歧視, 攻擊那地,然後他才用你們去。 我必叫你們在埃及人眼前蒙恩, 你們去的時候,就不至於兇手而去。 但各婦女必向他的輪舍, 並居住在他家裡的女人要金器、銀器和衣償, 普及你們的兒女穿戴, 這樣你們就把埃及人的財物奪去了。